我覺得他是一個非常敬備 就是非常敬業 他非常敬業的好前輩 然後我覺得是給這些年輕的晚輩 是一個學習的幫忙 那賀大哥他一直一直在演藝圈 他就是扮演一個比較詭諧的角色 那我相信許多人不是在生活中 就是那麼好笑或是那麼詭諧的 生活中自己要面對自己的生活 但是他可以隱藏起來 把最好的最愉快的最快樂的帶給觀眾 我覺得這是做一個仇教是非常了不起的 所以他對於台灣的演藝圈其實有很多貢獻 我就跟他說 我說他他現在沒有病痛了 然後雲游四海去了 可是呢他別忘記要好好照顧兒子 太太還有媽媽 然後希望呢就是希望他在那裡好好的 我想在眾多好友都說賀大哥走的時候是安詳的 臉上是好看的 我就覺得他換另外一個角度想是很有福氣的 那在拍大調歌的時候呢 也跟兒子說說要問候爸爸這樣 我當天晚上就傳LINE給他了 兒子還蠻勇敢的他說他會很勇敢 但是我跟他說我說是爸爸嘛 所以你想哭就哭不要憋在心裡 那個哭不是懦弱 那個哭是因為他是你爸爸你愛他 但是我知道他很好講 他說爸爸對他很嚴 但是之前他沒在鳥大的 對可是現在呢我覺得他爸爸一直在他的心裡 剛剛還給我看他最後牽爸爸的手 他說這一輩子這個畫面你也記得 對很相信 但我覺得一個人無論過去做了什麼 但是他現在回頭而且珍惜 我覺得都不算晚了 好謝謝謝謝妹姐 也希望大家要祝福兒子真志好 謝謝 謝謝姐姐 你們謝謝姐姐